这个现在就是说啊 我过去听这个表演呢 说这人演技演得好 有个词叫附体 附体式的表演 因为他演这个陆子林呢 现在出来个新词 投胎式表演 这谁变的 听着很瘦用 他在我印象里 他在我印象里就是个戏痴 就是有点跟不上时代 但是一门心思啊 全在这个演戏上 所以呢 其实这次我想请这个陆子林 怎么能把这坏人给演蒙了 坏人 其实我 我跟你说这事啊 特逗你知道 其实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吧 我其实内心我都觉得挺悲凉的 你知道吗 我从小想当演员 我是极少数那种幸运者 就是我从小想干什么 我今天真的干了 我靠他谋生 这个我觉得是莫大的一个幸运啊 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就特别关心这个剧品 不懂啊 还没有上戏宣呢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有这说法 就说好人坏人 好人坏蛋 好人坏蛋 好像我们的对戏剧的观赏 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了 你知道吧 好人坏蛋 我想无非是咱们客观欣赏完之后 想聊他 没办法下嘴 给他插的小旗 这是好人 这是坏蛋 你知道吧 那么其实这个就 我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您比如说 让您去演戏 你要问说这是好人坏蛋 让您演好人 您会了 让您演坏人 您也会了 说让你演个人 您不会了 他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其实他就是个人 这个那天我还看一个文章 分析谁啊 就斯皮尔伯格拍的一个电影 叫 新德勒的名单 哎 这人就有意思 你看现在这个也挺有意思 有些影视作品呢 迷上的是反面人物 就是这位作者 他就说了 说我就迷那个阿蒙 就那个纳粹军官 说为什么蒙 你看他怎么看一个人物 他明明是个杀人的狂魔 但是呢 这个纳粹军官阿蒙呢 首先是有洁癖 靴子 你看永远正亮 头发一丝不苟 而且呢 人也帅 眼睛里流露出 某种东欧的忧郁 就是那种 而且他说呢 他说你看 他这个随便拿枪 杀人杀犹太人 如草芥 可是呢 他有一个犹太女仆 这个犹太女仆 实际他喜欢上了他 喜欢上了他 你看他这个矛盾 这犹太女仆 给他干活的时候 这发丝就在他身边擦 然后这个电影就表现 他想吻他 他想吻他 但是呢 他就吻不下去 他吻不下去 他下一个转折 就啪啪大耳刮子就抽 你看 就说明他心里的 这个天人交战 他又是仇视犹太人 但是呢 实际上他 他喜欢上这个女的了 最后他还把这个女的 送上了那个 新德勒旧的犹太人名单里的 最后一个 所以你看 要是那种脸谱性的坏 那没什么吸引力 但这个坏人里边 他有这种东西挺勾人 对 而且他这个 宁克罗那演叫什么费因斯 我也特别喜欢那演员 我也特别喜欢那演员 然后就实际上 他是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觉得是 就是 我跟各位老师探讨啊 就是 你是老师 我们经常 我们经常会说 分析的时候 我们这样吗 我们拿一个文字 拿一个人物来分析 大家都有理解 但是 千万不能演那个理解 就头两天 我还跟一个记者 我很好的一个记者朋友聊天 他说 你演特别不好 我说 我现在好话灌满了耳朵了 你跟我说说 这怎么不好 他说 陆子林不是这么个人 陆子林是非常阴险的一个人 狡诈啊 我说 你指的是老这样 差不多差不多 应该是这样吧 哎呦 我说咱们交流啊 我说您觉得 谢谢 你觉得生活中有哪个人 每天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对着老婆说话也这样 对啊 这是什么 其实他说的是对的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是我们通过他一系列行为之后 我们得出结果 他内心是这么一个阴致的人 而我们不能演那个阴致 那是个答案 而我们要演的是这个算是 这个答案 应该让观众判断出来 就每次我来做节目 你们知道都 今天这个丢了 明天那个丢了 后天 第五次你都发现 河冰偷东西 这个让观众得出来 你知道吗 而不能我上来 谁没说演 上来就是小偷老丁 那戳子 你知道 这就不对了 你看 我跟你讲 有句话叫什么呢 反者道之洞 他说这个 我想起啊 你的一个同学 姜文算你师哥吗 师兄大师 姜文有一次讲这个教父 他最爱看那个教父嘛 那个马龙白兰杜 那个表演 我觉得他这个分析 够戏剧学院老师的程度 他说你看啊 大家觉得要 据说马龙白兰杜 抓那个小猫啊 是临场就抓来的 在即兴抓来的 弄那个小猫 然后他说呢 一个这微风八面的 黑社会的老大 这么一个教父 他说马龙白兰杜 演的是什么呢 他抱着这个猫啊 他一直在抱怨 就说你没拿我当哥们啊 对吧 本来你看看 你一次咖啡都不请我喝 你这么的 他说你觉得 他演的像个 唠唠叨叨的怨妇 但是为其如此 这个相反相成啊 你就会觉得这种张力 哎呀 我还正在特意 找到这么一对 咱可以上上表演课 你看你看这一对 我还能够 你永远没有想到我的友谊 你永远害怕我的父亲 怎么样何老师 就是啊 你看他马朗麦伦奴这么伟大的演员 你看他这个口音是意大利 意大利式的美国口音 而且他这儿是塞了两块面包的 对啊 真的 对 是故意塞下去 而且我看过他的自传 他那个自传说的是 好像他拿这个角色 白伦奴一生好像起伏很大 他个性强烈 他不买账的 对这个事件 然后据说是我印象当中 好像是他跟那个科普拉是吧 对 他就说好吧 约了一个时间 约了一个时间 说你比如说礼拜四的下午四点 到他们家来 结果科普拉到时候就去了 这当当当一敲门 他好里面就这口音 然后吧 说那次门没关进来吧 那时就把门一开 那个导演说 我就突然知道 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叫我来 他是坐在他那个厅里边 就这么一个姿势 这么坐着 他自己化好了妆 然后C好了这个 然后吧 正好他连什么都考虑到 说这会儿 他们家这个窗口低光 从这下来 就那时候可能是 说了一大堆 然后吧 起身 好吧 里边请 然后里边请 导演说 好我们定了这事 我们聊点别的吧 这事就定了 你看他就是不用 咱们不用来谈这个事 可以从这儿学学面试 对 我把我这个 我把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我放在这 你看我演出来就是这样了 你就是行不行 然后吧 俩人就不谈别的了 咱聊点 喝咖啡 最近纽约房价又深了 聊聊五条 文道 你 我觉得像这种角色 就我其实想起来历史上 所有我们觉得伟大的文学 或戏剧作品里面的 所有反派人物 有哪一个你觉得叫真反派 对 就比如简单的杀剧 就马克白 他老婆能很反派 但你仔细研究 琢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你每一个 因为这么讲 我不知道 就何老师是专家 你要分析角色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个反派 你总要去找个理由 说他为什么反派 他这个人是怎么变成反派 只要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 你发现这个人就立体起来 当你找到理由 你就发现那个反派 再也不是原来 你说的那么的表面化的一个反派 马克白斯他老婆不就是想让丈夫成功吗 对啊 你就当王了呀 你有当王的机制啊 是啊 一切国王不如你啊 对啊 我为什么不鼓励你当王呢 你是我的丈夫 这不对吗 这不对吗 难道不是上爱吗 老公上进吗 对啊 对啊 这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反派 完全是站在一个道德立场上的 对 公共道德违法了 你就是反派就是坏人 其实你站他个人脚的这样 从文学分类来讲 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就是说 只要戏里有明显的所谓反派 他就是一个通俗剧 就是有学生问我说 怎么来区分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 我最简单了 你就看里面有没有坏人 对 有没有所谓的坏人 一有坏人了 这戏就有通俗剧 没错 好的文学作品 所谓严肃文表编程 阿秋正传 这些红楼梦 你看没坏人的 对对 你找不到哪一个是绝对的 对对对 他们简单说 两本中文书是销量最高的 一个是红楼梦 一个是家 就是说它的区别在哪里 后来仔细一看 区别就在于 家里边是一半好人 一半坏人 决心在中间 红楼梦里每个人 都是一半好一半坏 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但是我又觉得呢 这种二分法呀 是这个在很多很多人的心里都有 你比方说 咱就说这个观众反应 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要作为一个主持人呢 我觉得我比观众胃口宽呢 就是说 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吧 他谁都喜欢 当然从幸灾乐后的角度 我谁都喜欢 但我确实 对我谁都喜欢 但是我 主持人性 对社会也采取这种主持人心 主持人现在就是看热 就是看热 但是我现在发现 甭说看戏了 就看我们这种节目 这观众一上来 他首先寻找同盟军 我让我意识到 现在网上有些网友 我会感觉到 他的头脑里 是一个善恶之战 他的头脑里像个战场 他的头脑里像个斗争 而且就说 即便意见跟你不同的人 你也犯不着那么挫火 但是你看 那网上的跟帖 很多都是 他要找对立面 我先生 梁文道说的 我同意 是我的 那么我对梁文道的同意 一定意味着 徐子东不是人 对吧 你看他这个样子 甚至发展到 你看越看像个这种上海人 戴这个眼镜 是吧 他甚至 你又把这完全的说 发型上头发凌乱 一看就像个奸臣 他把你往戏剧化 他就把你彻底的 你趁机把我骂一通 还学傻戏的说话 还学傻戏 所以你说这个正反派的思维 他就是 很多人今天在舆论场上 他也是这样 但这是必须的 观众带着自己的价值观 阅读期待去看戏 分头好人坏人 这是必须的 这是正常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分得出来 就是通书剧 因为这个戏里面的价值观 符合他的价值观 这就是通书剧的 最基本的原理 如果带着这样的爱证 进去发现分不出来 文桃讲的虽然有道理 文桃讲的也有道理 那就搞了 这就对观众的价值观 产生冲击了 你看这个戏 百乐园里面 你倒是冲击的厉害的时候 一个黑娃要造反 白家宣要坚持 这个国学 这个传统道德 这个陆赵鹏是共产党 对不对 他在里面粗糙的 利己主义者 没有一个没有道理 这才叫人着急 这个革命才残酷 你每个观众 严肃的时候 你就会想象 如果你活在 一百年前的白鹿园 你是哪一派 你做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道理 这个气才好 要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是 再一个兔崽子 什么什么的话 那事情 那就王世仁了 白毛女了 简单了 其实所有好的 我完全同意 就因为好的作品 所有的艺术作品 文学作品 戏剧 电影都一样 就我们观众 一开始去看戏的时候 分正反 就像刚开始 何老师讲的一样 就是那是个标签 就那是一个 就等于一个 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浮标 我们是透过那个 来大概掌握一下剧情 对观众来讲很必要 就小孩看戏 他第一个学懂的时候 问爸爸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是一个方便入门 但是入了之后 整个东西 能不能够颠覆你 能不能够让你 自己开始困惑 能不能让你复杂化 那个是就是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最通俗的作品就是 你从开头一进去看 这谁是坏的 到了最后证明 他果然是个坏人 他比我想的还坏 那就是 还有很多抗日神剧是 观众早知道它是坏的 戏里边的人还不知道呢 对对对 这是个坏蛋 这是汉契 我一坐在这 我看着贼眉书眼 你是来偷偷眼 那是汉契 结果这三位都没发现 有很多抗日神剧 就是这个 有一个美国学者 讲过一句话 区分什么叫通俗 什么叫严肃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他说我们人的小的时候 就喜欢睡觉前听 讲故事 故事有两种 一种呢 他已经听过了 甚至听过N多次了 可是他还喜欢听 而且呢 你这个爷爷奶奶啊 要是中间讲错了 比方说进来三个狼啊 他马上纠正你 不对 你上次说的四个狼 对不对 他纠正你 但是他还喜欢听 这种 就像我们看连续剧啊 就像一般的连续剧 像通俗剧一样 这叫什么 这叫巩固你的价值观 对 人就这么奇怪 你看007啊 看武打片 你明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东西 监视棒后来会怎么样 你全知道 可是我们新出来 我们还去看 这就是人类有个天性 听不厌的要重复 但是有时候 小孩又喜欢听一些 不同的故事 这个不同的故事 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他会乱 他会哭 他会搞不清楚 这个时候狼怎么不咬人了 这个就是纯文学 白露远是后一种 而且我觉得 这个真的 有时候要求不能太高 就是说你 我现在觉得 你看到一个 现在有个词叫良心制作 对 基本上 人家桌子是真的桌子 演员是真的小工夫 表演 是吧 看上去 这个大幕一拉开 你就知道 他们没偷钱 这个我觉得 已经是挺有义得的了 就是现在 你看到这样一部电视剧 所以我就挺 你像咱们刚才讲这种 演技的这种打磨 像你刚才讲 这个马龙白兰杜 你觉得在今天 这个快餐电视剧的 这个情况下 你觉得这一套还好使吗 这一套 或者说你必将失落 这一套 我觉得早晚会回了吧 现在肯定不好使 因为为什么 其实这个事 就是这么演 你看白兰杜演戏 你知道吗 这么大的演员 他也是抓了很多把手的 你比如说口音 你比如说外形塑造 这都是演员建立自信的一个 我们叫抓把手啊 你抓住心里就安全了吗 你就敢坐在这儿演了吗 你得有些凭据啊 你知道吗 其实演员 你还都是这套 就是这套 就是这套 但是问题是现在 我们还信不信这套把手 一定要信 对呀 当然应该信啊 你知道吧 但是现在呢 其实你看这个戏 你比如说我们演白鹿元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本来我们想的是 不用这种闪谱演的 我们就是想用普通话 因为导演说的好 他导演刘静导演说 这我是要拍给全球华人看的 你知道吗 光用陕西话 那我直接用陕西话不就完了吗 我找纯陕西级演员 那更低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然后一开始就用普通话 不行 拍了两天 马上大家自觉的把这嘴就都改回来了 就奔向了一个陕西话 跟普通话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那个气氛 需要一点语言 不行 要不你说不出来那词 你说不出来 就我们难以想象 用上海话怎么演唱过 难以想象用粤语 怎么演茶馆 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 就可能那个味道就不对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我觉得 他归着你就往那走 觉得大家不自觉都不能 还有两点 就知道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蹲 以前不是争论吗 对 看那个戏就知道了 他有凳子也不坐 他也蹲在那里 对 这真是这样啊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的 真是这样的 而那筷子是这样的 他是蹲在这 不是腿是这样的吗 那筷子吃饭之前 一人蹲一大碗 拿一大碗 都是一碗面条吗 这筷子在这 这就算洗擦过了 一个是蹲 膝盖窝里有水毒 一个是蹲 第二个就是吃的那个东西 都是一样的东西 每家的都吃一样的东西 他这个戏还有个魅力 就是说除了这个白家轩 跟他老婆以外 这两个是熟面孔 和平的当然也是著名演员 但我相对不太熟 其他下面的演员 我都没见过 所以我全相信这些就是人 这些就是距离的人 不是人吗 就是说他不是演员 就是良心制作 用了演员都是活的 都是人 都用了人了 真的 都用了人了 不容易啊 你知道 不容易 太不容易 都是人 我们演员都是人 太不容易了 你们这种真实 你们就没好好看 演他达的那个演员 葛世军先生 真是绝 葛世军先生 真是演的好 几个配角都好 你还别说 这个是不是人呢 很重要 就是说 就是 C剧第一原则 演员必须是人 必须要演人 这我刚才讲了吗 文学是人学 首先也不能当作符号 他是真正的人 对不对 你要照我看 你比如说 那有些电视剧里的 那就不一定是人啊 而且如果荧幕上 只剩下脸 只有脸 长得非常帅 长得非常嫩 面无表情 人就是说面摊式的表演 这个我没说错吧 有没有这种现象 对吧 不是说全都是这样 但是有没有这种现象 那这种面摊式的脸 他是人吗 但是我这个问题 再问深一步 那你要说观众 爱看的是人学 爱看的是真人 事实表明 相当一部分观众 爱看这个面摊式的人 对的 那你又怎么说呢 这市场需求 是各种各样的吗 就不一样 不一样 我觉得每个人在戏上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观众看戏 都是主观的 包括我们刚才谈的 这个分好人坏蛋 你说他这个看法太简单 这角度太幼稚 可是他也有好处 为什么呢 他分出了好坏之后 他一定是把自己 往善的那堆里割 他不想把自己 往恶那堆 他终于找到队里面了 他知道自己干什么了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看戏 好多人 就是这个说起来 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 就是还不知道 看戏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看戏的目的是一个模拟 是做个游戏 我们生活中太残酷了 太不好面对这事情了 我们假装吧 子彤老师 我们假装来吧 我演一个淘气学生 我来打先生 让观众 让他们看完是什么样 对不对 你是举这么个例子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 好让你得到这个营养 其实这个观众看戏的目的 精神的内心的一个娱乐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呢 您说那个确实是 他就是也有很多其他负载的东西 比如说穿什么 用什么 吃什么 生活方式 可能 你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 我一点都不奇怪的是 现在拍这些大型的 魔幻的 会飞的 玄幻 玄幻的这个 其实你自己发现 它符合我们年轻时候的规律 为什么 首先你看啊 所有的这些帅小伙子 漂亮姑娘 武功高强 能飞檐走壁 好 我们克服了人基本的那个障碍 所以飞人了吗 达到了飞人的水平 然后但是他想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其实他想讲的都是爱情故事 最后都是男女主演如何到不了一起 哦原来我们人类哪怕是能飞 你也过不了这一关 就是你的爱你是过不去的 你是痛苦的看着镜头那流里流泪泪 就是只是可能表现手段上还不够成熟 但你看那意思都是这么个意思 这就是我觉得他看到的那个样子 而且呢 这个是看戏是有这个群众基础的 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京剧啊 或者这个传统戏剧 那都画脸谱啊 变中间 这很基本的就是变中间 哎 这是不是一个 我倒觉得这个变明中间 或者正派反派分明啊 反倒是个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 一定是 一定是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什么呀 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这个行业的生存 因为 我猜 我跟你分出来吧 而且我觉得京剧 我是非常崇尚京剧的 我个人的粗浅的理解 这可能完全是胡说啊 为什么分这么清楚 为什么曹操上来大白脸 关公上来大红脸 让你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不用再去动脑子了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他是为了吃饭 他对观众并不信任 我不希望你去理解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不会为我这事动脑子 甚至于他把演员都管死 身上勒上 头扎上 并打上 你看他这审美其实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 现在是整容 直接拿斧子削 过去拿并一贴 就什么脸都是小脸 就是古代整容嘛 对啊 你看那梅先生晚年的时候 都已经挺胖的嘛 他一贴 还是脸还是给你看这点 是吧 他审美其实是没有变的 但是呢 他给了 他这个东西啊 我就发现这个表演分不同体系 要不说 他说这个梅先生这个 他又出来了另一种审美 就是说 一般来说老百姓看这个 都挺爱看 对吧 中间分明 但是呢 懂行的人 他看的是那种城市化的表演 你比如说 我有一次我看这个 有个导演叫费木 他当年拍过梅先生的一个戏 就是拍成电影的 你知道因为那个 那个影片质量 就现在保存的太差了 我看的那个哗 下雨 而且老停 那个叠老定格 倒给我看出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就是说 他每一个瞬间 就梅先生演的动作 啪你停 都是一个最美的姿势 就是他整个这个动作的运行过程 你在任何一点上定格 都是到了身体最美的一个姿态 你这手也不错 我们都还转行的可能 我这是历春院的 分外腰绕 而且您看吧 其实我 因为我爱京剧 我看到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其实他们在做的工作都是 越到大成的时候 越是在这个脸 他脸谱 他要遵守这规矩 他在逃离这个脸谱 你比如举个例子 袁世海先生 在这个龙凤城祥 最后一折叫罗花荡 他演张飞 你想我们的张飞什么概念 抱不头不还眼 长大什么 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吧 你看看这 袁世海先生演的张飞 我跟你说 就是一大头娃娃 这个可爱啊 那真是圆萌萌 我给你两个猜 这可爱之极 哎呀 这个漂亮 傻大 大憨粗的一个大胖小子 他的种子是这个 你知道吧 基本基调是这个 但是一拿起枪了 一打起来 哎呀 鹤断荡 杨乔 这谁也别说了 这就厉害了 你知道吧 你看他在逃离这 上长龙先生 现在身体很好 你看他演的曹操 曹操不应该一直 这玩点尖诚吗 不一直应该这样吗 你看看人家 曹操与杨修 你看这演的 心里那个变化 一直在逃离这东西 就千万别被这个脸谱 公主 他在逃离这个城市 他在逃离 他不按照这个走 他在演他那个人性 甚至有时候曹操还很可爱 那小心眼都让你看出来了 然后很爱才 特别可惜这个杨修你知道吗 唯我妙 彼邪春秋 然后就特别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对了 太有道理 因为其实很多我们亚洲的传统的戏剧 其实一些希腊也是 那种脸谱是直接戴面具 那个东西呢 最表层的讲法 就是让观众一眼 就看到这是谁 这是什么角色 这怎么样 但还有一层的 有时候他是对演员故意 加上一个限制 绑着你的手脚 你来演 看你演成怎么样 那个时候就是看一个真的是 我觉得传统的戏曲里面 就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金剧 昆剧我们中国戏曲 到日本歌舞伎人剧 都有这个效果 他给你一个束缚 束缚住演员的手脚之后 观众看的就是你表演的功夫了 我觉得反而看传统戏曲的 内行观众真懂行 他是看你手脚身带身段 看你走动 然后是看这些东西 看这些东西 看你怎么去把这个硬的东西 演活了 对 而且奇怪的是吧 越有束缚 越有自由 没错 对 没有束缚 没有自由 原来 比如说让您演 演杜文涛 没法演 没法演 就背不住给您画 让您演郁达夫 您可能能对付 您真有可能给对付下来了 是吗 真的是 你知道吧 你说您演杜文涛 您倒糊涂了 这怎么演 没束缚 知道吗 其实是越有束缚 越有自由 没错 你说出来我20年前演戏失败的原因 他们就是拍个肥皂剧 让我演什么老豆酒吧 就演豆文涛 我说我什么德行 没法弄 看回自己的 看回自己的录像 研究豆文涛 你找不着边 所以他说的这个 这个脱开啊 你看马龙班都别是吗 意大利口音 他难道不会说英文吗 他为什么要找意大利口音呢 他为什么塞俩棉花呢 对不对 他实际上在禁锢自己啊 你老得照顾这个语言啊 相反越有这个 他越自由 艺术家讲的平衡目上的表演 就是说你的天地越小 那过去就是靠道具 还有靠观众对这个角色的 固有的理解 你找找什么 现代戏呢 像曹宇这样呢 就加很多人物说明 他的剧本呢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 人物一上场 一个小说 对 一短篇小说 对不对 陈白鹿 怎么过去怎么样 演员很不信 对对 你演员都得都得这样学 就恰恰是要找到这个 这个这根绳索 哎你你倒自由